第三题,一所欲言中乌鸦为了喝到水,将石头丢入瓶中,使水面上升而得以喝到水,主要是利用了什么原理? 我们看到,我们的石头丢下去,水就被赶走了,表示石头跟水无法占据相同的空间,所以呢,当石头占据了这里,就把水赶到别的空间上去,所以水会上升,所以这边主要是利用呢,我们的石头是会占有空间的 因此,第三题问我们说,主要是利用了什么原理?我们答案选的是C,石头占有空间